過年大家都會怕春去廟臨拜拜 婚臨館是統計說七天會連假 婚臨有超過三百萬的館公客 其中八十都是去北港吊天宮 還有塞禮的好幸宮 金廟師去拜拜 順便去館公 也讓附近正頭的店家 生理是請請 北港吊天宮人是叉叉叉 過年中間這些民眾都去廟的拜拜 求廟安 總共大館婚臨 有座座的廟宇 去他的民眾怕夠 四邊的店頭生理是比平常死 多幾萬歲 經紀婚臨館副文官處通計 過年七天的連續加起 婚臨館有超過三百萬人家走較久 其中去拜拜也真八聲 也有民眾拜拜之後 去到附近的觀光工廠 也是過幾乘萬過幾 有座拜拜帶動婚臨館來的觀光 其實阿伯的本來價格還OK啊 對 跟外面的價格比起來還是比較軟 軟一點 這個AI的智慧人流的統計 整體從除夕到初五 朝天宮已經超過百萬的人潮 武德宮也超過百萬 在我們福星宮這邊也超過了八十萬 所以整體在短短就是七天的時間 整個來到雲林的鄉客跟遊客超過三百多萬 文官儲表示婚臨總共華東真烈 管府觀光建設的目標 是讓來婚臨拜拜的賓獎 可以變成接來婚臨遊樂的UK 接下來北港頂會 管府有幾位免費的轉車接送 消費的發票頂錄可以來投汽車 就是希望有越多UK來管來消費 帶動婚臨的觀光生業 接著婚臨報道